Leo聊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2v6對決 是我們的Hera加上Dout 兩位頂尖選手要來對抗六位的玩家 另外玩家有些人是沒有排名分數的 我們就也要把他稱為1000加聯盟吧 好 那來先介紹一下 藍方的Hera是選擇了Porsimia人 Porsimia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城堡時代 可以研發化學 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產生火槍兵 非常厲害 到地龍時代還有火砲的升級 可以轉為榴彈砲 後期也變成可以團戰之鬼 他Porsimia槍兵也是有特殊能力的 對於額外增上效果提高了25% 讓他打這些遊俠傷害也是很厲害 所以到了後期只要出現槍兵、火槍、榴彈砲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無敵的組合 那在於2B6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會打出一個城堡時代 然後雙四箭場出奴兵 然後點化學的一個強力火力壓制 畢竟城堡時代就可以點化學、攻擊傷害 自然也會比其他文明多一攻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的隊友 道德 道德的話是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的話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馬攻攻擊速度特別的快速 弱馬也是到了城堡時代有這個血量加成 原來要升級這個青騎兵 那弱馬的部分可以更早期的出去 是因為他打獵的速度會有加速 不管是吃這些野生動物 這些野味 這個肉類 這個加成速度 不是加成 採集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他可以在更快的時間升到封建時代 可以打個18P或是17P 就可以趕快速速升到封建時代 非常快速 所以在於早期快攻來說 蒙古也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到了後期 蒙古還有這個蒙古圖記 也算不弱的 他最大的空窗期 就是他這個城堡時代的開農時間 會讓他是 他這個文明 最大的一個危險的時期 那到了帝龍時代後期 如果能撐住的話 那就是他的高光時刻 那蒙古人呢 他的城堡初期跟中期還有地處 都是比較危險一點的 稍微補充一下 有時候沒有補充太完整 觀眾都會說 還有你少補充了一個 那有時候就覺得 自己講得這麼 這麼的明確了嗎 但還是有些人覺得不夠明確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稍微補充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瑪雅人 那瑪雅人呢 這個文明在前期的快攻來說 他可以打一個裝甲塔進攻 因為他的裝甲塔 是一開始可以點一下 織布技術的關係 所以村民上 可以更早去做一個打架的動作 或者是直接去 用拉個一隻村民 去開稿對方 路啊或是住 都是很適合的 那由於這個玩家 是1000分玩家左右的 所以他的一個 實戰能力 可能不是那麼足夠 所以不太可能 看到這麼奇怪的戰術 那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就好了 這個瑪雅人呢 他主要是打工兵路線 還有老鷹 他的老鷹呢 可以到達100的血量 非常厚 那工兵部分呢 還有減免 所以後期呢 主要是打工兵路線為主的 那來介紹一下中國 中國最大的特色 開場村民會特別多 那通常呢 如果是正常開始音樂的話 不斷稱情況下 可以領先其他玩家 大概一村 這是兩村的村民的速度 那中國的話 後期是要打中國聯盧 還有奴砲啊 衝車 還有火砲塔 大型艦塔 這類的東西都很適合 那在團戰的表現來說的話 中國聯盧 還是比較亮眼一點的單位 那他基本上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基本上都可以打 那主要團戰來說 還是中國聯盧 會比較適合 那接下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在團戰的表現喔 主要是出老頭 這個生女的部分 作為一個主力喔 因為他老頭呢 沒點一個科技喔 血量都會有加成 那老鷹的部分呢 還有棒棒喔 這個東西都是比較 比較 輔助一點的 他的老鷹的話 雖然有龍冠戰爭喔 但是跟瑪雅比起來喔 他的血量上是不足的喔 雖然傷害力很高 那主要來說 還是打這個爆勇士喔 還有老頭喔 加上衝車工程器的方式喔 會比較更適合 阿茲特克的團戰表現喔 那接下來看一下 青色 青色是維京人 維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免費的輪走技術 跟手推車喔 讓他在經濟 封建時代經濟來說 就會比其他文明還要更好 甚至到城堡時代喔 直接3TC開喔 那個經濟直接起飛喔 非常誇張的經濟量喔 那接下來看一下 高緬 高緬這個文明呢 是有這個免費的1歲的農田喔 那他主要大概後期打法喔 是打這個大象喔 或是奴炮象 或是奴炮 都是很適合的 甚至打帝王時代的重裝騎士喔 也可以考慮的喔 那維京人剛剛忘記講 他比較適合打這個 維京狂戰士或是 劍兵勇士喔 都是可以的 那也可以打這個強奴喔 但強奴沒有拇指 只有這個維京狂戰士幫的科技喔 可以讓強奴多加一點的傷害喔 那到了後期的話 還是要搭配大衝刺喔 配上強奴啊 或是這個 劍兵勇士喔 還有維京狂戰士 作為主軸會更適合一點 那接下來看一下 灰色馬來人喔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升級速度特別的快速喔 那他的大象呢 到帝王時代有6折的優惠喔 非常的省 那他的步兵科技單位 也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步兵的成型也是非常快速 到了帝王時代 還可以點下自己的強制增兵喔 讓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 所以總體而言喔 馬來算是走一個 強奴路線也OK 大象路線也OK 但是打這個步兵路線也OK 基本上對我來說 他也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但是馬的部分 就比較弱一點喔 所以用起來 也不能說真的事實上 全能型喔 因為他的肉馬會很弱 沒有這個二級的馬卡 而且也沒有品種 所以馬來會比較虛弱一點 平血馬 那目前看到馬來這邊是稍微一下 那我覺得他應該要像馬來 這樣子喔 直接圍死會比較好 把他當成對手 當成這個作弊電腦 有這個資源加成的AI來打 會比較好 這樣子直接圍死喔 讓隊友有這個發展空間喔 就很OK了 那馬來這邊沒有維持的話 那待會倒車阿 或者是 波西米亞 HERA就可以直接從左邊這邊進攻了 好 那目前看到 馬來這邊是出了兩棒棒 加上一隻肉馬 進行前線防守 這個打得非常謹慎 好 HERA這邊拉了一隻肉馬 去來騷擾 好 這裡用這隻肉馬去追隨對方 好 目前HERA在家裡也補下了 刺激 還有 兵工廠 準備要來打一個直層戰術 那倒車這邊好像也是直層喔 兩邊都是補下了兵工廠跟刺激 那為什麼我可以觀察出來 是因為看他的批數 大概知道 還有上封建時代的時間 還有這個農田的數量 還有這個 資源分布 可以多多少少猜出來 他們要打的戰術是什麼 好 好 那目前看到這邊有殘血的村民 倒車很想要去偷抓個老鷹抓小雞 哎呀抓到了一隻 哇 但是村民直接暴打 哈哈 看兩刀血量還是掉很快 好這邊繼續騷擾那家的圍金人 再一刀就可以收掉 這邊圍金能守住自己的村民嗎 OK拉滿血去打 但是後面蓋房子 欸回頭打一下怎麼打的是後方的 快快 抓到這隻小雞了 哎呀老鷹最後還是成功啦 倒車這一波打的還算OK 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邊HERA也是開鍋了 抓到了一隻村民 好那資源量來說 兩邊都是一個不錯的經濟狀況 好那右邊直接一個大 微大石牆 太害怕了吧 這個畫面怎麼那麼像 看我們在打這個變態AI時候的畫面了 原來現在我們的影片 會在YouTube直播 跟新手一起玩這個 四季帝國 那我們影片呢 是主要播這個天梯跟賽事 那直播部分呢 我會跟新手一起玩 當然新手也會跟老手一起玩 原來這個遊戲呢 真的是難度偏高 沒有老手一起帶的話 新手的加入意願度 是會比較低一點的 那我覺得自己可能可以 盡一點心力喔 就跟大家一起玩 那目前看到 這個違法 這是在打這個特殊AI的時候 才會 鬼的方式喔 回超大石牆 好那盟國這邊可以打算直接開農 那兩邊都是一個開農狀況 我們可以有望看到大後期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Hera這邊的肉馬還在到處亂竄 好3TC看喔 那Poshimia這邊也是 但是馬來這邊的裝甲步兵 加上槍兵 給Hera這邊一點點的壓力 那這邊Hera就可以點下化學喔 然後補下這個射箭場 去出火槍兵喔 去射這些檔位也OK 但這邊決定直接要用老頭去反制嗎 老頭反制的話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肉馬 應該要第一時間 招牆的單位是對方的肉馬 會更好一點 好看一下這邊 道特也是從右邊為死了 這邊開始低掉牆壁 難道是要進攻了嗎 內加的中國 是斬出了奴兵 空兵開始再出了 老頭第一時間沒有去招牆 而是要去撿生物 那Hera這邊的肉馬 又再抓到了一隻村民 終於解掉了 OK 那我們1000家聯盟喔 準備要來進行進攻了 這邊直接變成一個萬里長城 道特這邊也是打得很小心喔 知道蒙古文明 最大的弱點就是在城堡是在開農起喔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離成行軍隊的時候 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並不是那麼快就可以成行 好 這邊第一時間招牆對方的槍兵 然後戳掉一隻肉馬的樣子 還是他肉馬跑掉了 沒有看到肉馬了 左邊再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中間這裡也補下了非常多的農田 兩邊都是打一個非常農 沒有要進行強攻的意思 那這樣子對於1000家聯盟來說是件好事喔 畢竟人家是6位玩家 6倍開農 那2打4的話就是3倍 人家是3倍開農的狀況 人口數的話就是多你400人口 把這個村民 拉手 道特沒有死村 OK 好那遇到現在這個情況 蒙古該怎麼打呢 其實很簡單喔 蓋個工程器製造署就好了 奴炮啊 頭石車都可以擋得住喔 那老鷹的部分的話效率不是那麼好 很容易會被公兵給射回去 而且老鷹本身也有抗招牆的能力 所以老頭並不是一個首選 那這邊要趕快產出頭石車跟奴炮 這邊再稍微圍死一下 好這邊繼續開尾 好先產出奴炮 奴炮是一個穩定打擊的選項 那那家的高麥 果然轉出了一堆騎士 因為他有異次的農田關係 肉類獲取非常快速 好下方非常多的人 開始進攻 好那上方這裡 就補了一個城堡 現在Hera還是要繼續走 沒有打算要理對方出什麼兵 幹什麼事 好馬來補這根城堡想要繼續潛壓 好這邊補下的是神聖思想 增加老頭的血量 那目前看起來 道德跟Hera有點危險喔 這個阿茲特克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老鷹數量也很多 這邊衝車準備要來開始進攻 當然有點不太明智 這邊只要轉出一個頭石車的話 衝車就可以解掉了 好這邊稍微招想一下 Hera遭到了三隻騎士 直接擺給 洛馬一隻老頭都沒收到 直接拿遭到騎士去反擊對方的村民 好這一波馬來顯得有點尷尬 好現在馬來進攻被壓制 現在換成Hera 要來進攻了 Hera表示現在換成我的回合了 你的單位就是我的單位 我的單位還是我的單位 好這一隻清奇兵能抓掉老頭嗎 好像有機會 老頭扛下 NICE 血量拉回來 好正面再補一根城堡 右邊的道德能夠守住嗎 投資車出來 扛住 但這個市集可能快要被拔掉 血量有點極限 還是修理回來了 但對手瑪雅人 也是補了一根城堡 後面可能要再拉一條新的防線 二次防線出來會更好一點 但如果二次防線拉出來的話 這塊金可能就不能安全的挖掘了 奧特這邊 防守來說 看起來問題不是非常大 好看一下Hera這邊 Hera這邊開始進行防守 旁邊都是插城堡防守當中 那這邊可以考慮出衝車 當然出衝車會 會礙於到自己身地龍時代 那如果點下地龍時代的話就沒差了 看要不要按一下 好 奧特這邊 防守有點危險 果然城堡射到了挖金礦的村民 那他們的衝車 可以考慮待會再繼續用 也或者是可以打這個邊邊角角 兩邊各一台 風頭子車開閘也可以 好那這邊要被打出一個洞喔 奧特這樣子能守住嗎 好 蒙古圖記數量來到了 大概快要7隻左右 那等蒙古圖記成行 還有一段路要走 這個拇指環彈道學化學三級色 耕種技術平整 什麼都要點 還有安息人戰術 還有精銳升級 所以這就是蒙古成行之前 是最難玩的時候 不錯 好 那目前赫拉是打算 要直接走步兵路線 走這個槍兵 額外增傷效果 直接戳爆對方的騎士 因為他的內加是高敏喔 他可能遇見對方可能會出大象 或者是大量的重裝騎士 那內加的話是維京人 維京的話可以要小心他的步兵 那如果打槍兵的部分 遇到對方步兵的話會很危險 所以大概還要轉一些火槍 去射一下對方的這個 維京的步兵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那右邊的部分呢 則是中國轉出了一大堆的 一般的奴兵 不是中國聯奴 老鷹呢 則是壓制很厲害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還是要 走一個混搭策略 可以轉一些 唉唷 道德這邊投資車被偷掉了 哇 村民還砸到了一下 瑪雅這邊偷偷打 打到了一些村民 結果被城堡給射掉 尷尬 那道德這邊可能要轉成大洛馬 加上蒙古土地的打法會更好 基本上大洛馬可以跟老鷹互相克制一下 而且不用黃金 讓所有的黃金全部投資在蒙古土地上會更好一點 好 下方城堡繼續補 神聖中心 現在一千加聯盟很緊張 反正後面蓋一堆城堡 當二次防線 我已經也來蓋城堡了 這個是暫時把 HERA跟道德當作弊AI在打 好 那升到地獄時代的道德三巨頭 開拆前放城堡 然後這根城堡能拿下來的話 基本上他就不用太擔心這個金礦的問題了 這個金礦是他的命脈喔 全版本被控下來 好 後方這裡補下了一根城堡 但是如果是二打六的情況下的話 道德他們也可以跑貿易的喔 目前看起來道德這邊只要守住 然後稍微往前進攻 他們可以跑上面跟下面這裡 那沒有意外的話 HERA應該是推的進去的 當然這都是我的猜測而已 因為我是沒有看這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只能推過預算 對方會轉什麼東西 好 那阿茲特克的老鷹 你看問題就在這裡喔 血量太少了 只有60滴血 精銳英勇士的話 遇到蒙古圖技的話 其實還有有點難扛喔 等下三防之後才會有點坦度 好 但是遇到奴兵的話 蒙古圖技就會危險喔 這個不能跟對方弓兵互射 那如果要打對方弓兵的話 用大陸馬去包夾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槍兵已經升級好 哇靠 打這些騎士傷害非常的痛啊 三槍 一隻騎兵 這個招躲痛喔 這個威力喔 好 想要HERA 大魔狼已經出來了 世界冠軍正在往前推進 上方想要脫蓋馬舟但是被抓包 這裡直接補離跟城堡防守 後方晃區 正面的位置 有非常多的奴兵跟老鷹擠在這個門口 大家 誰都不敢上 大家說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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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結果沒有人要上 笑死 好 HERA 這邊點下了 Foshimia 不是 我在想什麼 HERA 這邊已經點下了更多的火炮 火炮 人家產了越來越多啊 六台火炮繼續生產 那這邊也像是用這個槍兵喔 繼續點 那刀河這邊是轉出了投石車 想要來反制後方這一坨弓兵的問題 趕快升級中頭 然後巨頭繼續開拆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衝撤的打法 好 販座的槍兵往前 高面的大洛馬 洛馬想要往前打後方老頭 但老頭有可能被砍死一隻的可能性嗎 哎呀 巨頭還是沒砍掉 這裡火炮越補越波 補到了九台囉 但榴彈炮的升級並還沒有 通常的榴彈炮升級 會看到對方有大量的戰矛兵 或是攻兵的時候 去升級會更好一點 好 前方的城堡拆除的越來越多 高面的肉馬一直往前送 真的是送好送滿 好 刀河開始入侵 右方的區域了 中頭已經升級好 找對方老鷹也是非常快速 好 投死車能不能砸到後方的工兵呢 繼續往前看下去 砸 哇 砸到中國的強奴 再一發 哇 倒很多 好 砸一下老鷹 老鷹直接損失慘重 剩下少量老鷹了 這一波中國的老鷹 中國的強奴被砸到 數量只剩下13隻 老鷹的部分也剩 所剩無幾了 然後這時候紫車打出了Helper 大量戰車 但是維京打出來的東西 卻是奇怪的強奴 強奴一道戰車是完全打不贏的 我發現還不是強奴勒 奴兵而已 沒想到Aura這邊一個人 靠一己之力 把對方給壓制了回去 但是對方已經轉出了大量的奴炮 榴彈炮也升級上去了 OK 這邊進攻繼續往前 感覺有機會喔 這裡大量的奴炮 那奴炮的話 還是會被瀏彈炮給壓制住的 所以只要保護好自己的瀏彈炮的話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目前 高密已經被1分為2了 好 上方有更多的大樓馬衝了過來 這兩個老頭 好 直接死去 OK 大樓馬開始 大樓馬 打這個老頭有用了 但是遇到槍兵還是沒有辦法 天賈爾黑拉 11分為2 兩個部隊在開打 這邊戰車有點被卡住了 好 正面蒙古圖技繼續往前壓制 目前都已經升級好了 8加4 0加4 然後 敬瑞也OK 後面鋸腿開拆 而且重型投石車也升級好了 右邊的路星看來 繼續前進當中 目前 黑拉要打算 要把左邊高密的陣掉 全部解掉 他意識到 左邊這個威脅很大 如果再繼續往前升路的話 反而會讓左邊有 有機可蹭 讓自己背負受敵 好 戰車直接開到城市中心的中間 開戰車碾壓 哇 這個戰車太猛了 好 後面車繼續往前走 普台重頭 好 衝車繼續往前 好 衝車繼續往前 好 衝車繼續往前 看起來 黑拉已經要移平高冕了 高冕村民術只剩下少數一點點 好 開始往後方開始農起來 好 開始往後方開始農起來 右邊的蒙古大軍已經登場 大量投石車 還有蒙古圖技 還有蒙古圖技 現在補下更多工程器製造所 好強啊 這波打得好猛啊 更多戰車衝得進來 十台戰車 這裡還有少量的蒙古投石車 幫忙黑拉這邊 但感覺不太需要 因為他自己榴彈炮 就可以處理對方工兵了 好 那只要處理掉兩國三國 基本上就是三打三狀況 三打二狀況 三打二目前中國跟阿茲 還有圍巾喔 算是過得比較好 圍巾現在要獨自抵抗黑拉的入侵 只用工兵的話 是沒有辦法打下來的 這邊更多的投石車往前 能夠砸到中國這一坨奴賓嗎 一發 哇 舒服 好 幸好沒有往後走 好 好 那目前看到老鷹這邊過來救一下 老鷹從左邊開始進攻 好 那這邊老鷹其實還不錯喔 因為這裡戰車數量並不是很多 感覺可以收掉很多 這個榴彈炮 而且槍兵打老鷹完全沒有額外增傷 所以就是有點在抓癢 那這個老鷹好像沒有升級好耶 有升級好9加4 錯覺 這個龍冠戰爭還沒有點啦 確實也是沒升級好 哇靠這個大片工兵直接倒地了 好 正面的部分 還在努力扛下來 好 動我這邊 就用戰寶兵 加上強奴 想要凡之回去 好痛 他是不是忘記後面有投石車 哇 直接被砸光光 搭送車繼續往前頂 左邊高免最後的領地 已經要被戰車給輾過去了 哇 這個根本就是64阿 好 更多戰車繼續進攻 好 更多戰車繼續進攻 好 攻擊車跟巨頭 開始往前 繼續開丟 右邊的城堡 中國這邊還能繼續往前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了 瑪雅的領地也是下一點點 這邊轉出一些重裝騎士 想要去解惑方的投石車 但重裝騎士有問過 蒙古圖記的意願嗎 蒙古圖記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好 投石車繼續開拆 大風車也出來 工程的速度變快了很多 左邊圍巾有一半土地 一塊沒有了 但是這邊阿茲的老鷹 終於有傷害了 變成9加8老鷹了 終於升級完了 這些戰車應該是可以包抄掉了 OK 前方戰車被壓制住 HERA這邊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後方的土地應該是 沒有辦法繼續再生產單位了 這邊HERA決定要往前 全部往前了 不再理後方的問題了 好 這時候開始跑起了貿易商隊 道德跟HERA果然 上下跑貿易了 好 這時候 大量的阿茲老鷹開始過來 阿茲遇到大量的摸摸圖記 要扛下也很困難啊 數量這樣夠多 那這邊老鷹的目的 趕快去解掉投石器 然後轉出直矛器 戰矛 去打這個魔物圖記會更好一點 但阿茲雖然分數很高 但並不會轉兵的樣子 老鷹這邊稍微擋住了左邊 圍巾稍微有喘息的空間 轉出了圍巾狂戰士 哇 還是精銳版本 遇到大量不便的情況下 阿這個 波士米亞可能還要轉一些火槍 只靠戰車的攻擊速度 可能還是太慢了一點 雖然跟火槍速度差不多 但火槍打不必額外增傷 我記得戰車好像沒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後方有大量的 阿茲真的轉直矛器了 開始解掉一些 紅布突擊 哇 這邊戰矛全部死去 後方戰矛開始數量出來了 但是道德這邊轉出了一些肉 要來反制這些戰矛兵 農田又再繼續被升入 總果這邊經濟越來越慘 好 見面我試著開始往前 好 油彈炮直接被後方大羅馬追齊 高麵這邊好像復國了 紅田到處灑 有空就開始灑 轉出了一些大羅馬反擊 效果還算不錯 確實解掉了一些榴彈炮 但榴彈炮一直在跑 這時候灰色馬來轉出了救贖思想 想要著想榴彈炮 但好像沒有操控得很好 只遭到了一台 可以打榴彈炮有機會嗎 還好佩羅這邊的榴彈炮只剩下 也不是只剩下來 還有11台 好多 好那道德後方這些基地沒有處理掉 而是反而繼續深入下去 然後直接把對方 道德這邊的經濟全部 不是道德 把這個阿智的經濟全部拿下來 後方這個背負受敵的部分 他想用大羅馬去解決 然後正面蒙古圖繼續往前衝刺 好後方 高敏轉了一些肉馬去助對方 跑貿易 這裡還是有一些建築單位 可以去騷擾後方的肉馬 後方的貿易車隊才對 OK這邊榴彈炮非常多的數量 13台 直接砸爆 高敏的奴炮 我就是為什麼 奴炮很少在實彈中出現 太難了 遇到投石車火炮 地面上就不用玩了 好 這時候阿智 快承不住 承受不住 打出了一些布亞文字 後面的炸毛兵 遇到大肉馬 這個大肉馬行李升級上去 還不錯 但植毛器真的太痛了 打這個肉馬傷害也不錯高 這個是阿智的植毛 跟鬼一樣 但下方安全的領地並不多了 Hera跟Douter 努力往前推進 這邊大肉馬難道要 躺不住了嗎 沒有升到最滿大肉馬還是有差 好Douter孤軍奮戰 第一個人往前伸入敵軍 這裡想要蓋城堡 但是被獨止了 還不及蓋好 直接兵分多線 後面感覺快被扛下來囉 這一波Douter有點 怎麼說呢 打的是非常的穩定 有點被解斷後續的補給了 好 這邊高年繼續用大肉馬上前 進攻 但這時候 波士伊米亞的槍兵數量很少 都是劍兵勇士 所以打這些肉馬的時候 效果會比槍兵稍微弱了一些 哇 這個榴彈炮還吃到 城堡傷害又被收掉了一台 剩七一台榴彈炮 後方貓越車這個問題 沒有打算要去解決 後方大肉馬開始回舊一下 Douter終於是到正面的問題 也要解決 也要解決 但是後方也要 好 正面拉人 一坨摸圖技 開始亂射 到處爆射 農田都是屍體啊 這時候一千家聯盟 終於打出了GG GG斯密達 搞定了 這一把打得算是蠻精彩的 沒想到Douter加上Hera 以前期一部開稿的一個情況下 開農存農 就算可以農贏六家 也很有可能是這一次 大部分的玩家 是沒有排名的關係 可能都是 剛接觸世界帝國不久的 玩家而已 所以 可能一些細節上 跟開農的方式 有點搞錯了 所以並沒有辦法讓自己 產生大量經濟 去爆出大王兵種 去做反制Hera跟Douter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 這邊拿下了木頭跟黃金 食物的話則是蒙古 Douter這邊拿了少量的勝利 基本上所有四種資源 都是在Douter跟Hera這邊的 這是很正常 看到KD 哇 這邊KD 看起來效率非常美啊 3.93 1隻單位可以擊殺到快要4隻的單位 那到這邊是 穩穩拿下4.22 1隻蒙古圖技 可以射殺4隻 4.22的單位 非常多 那這邊MVP就是阿茲 阿茲還有0.3 擊殺單位還算OK 還有中國這裡 中國應該是用強奴的部分 射掉了一些單位 還有一些落馬 反正是左邊那個部分 馬來高敏圍巾 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直接就被撤過去了 雖然高敏最後的大肉馬 有做到一點事情 但死傷還是非常嚴重 死了300多個肉馬 阿茲這邊是死了500多個 都很慘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